内沟西新北市这一端的步道 经过这几年的营造下生态环境不错 去年还开始富裕萤火虫 不过五分皮却遭到了水芙蓉入侵 不到一个月就占满了整个湖面 所以也紧急请公所清理 9号上午预言白佩如也前往关心 现在清好了还给民众干净的生态环境 这是上个礼拜的惨况 只见原本美丽的湖泊突然就遭到水芙蓉入侵 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就占满了整个湖面 速度之快 里长说真的好恐怖 所以在反应之后 去公所也紧急调来怪手清理水芙蓉 再来到同一个现场 只见湖面终于又变干净 也让里长志工都松了一口气 这个叫五分皮 那现在大家看到很美丽 但是在几天前 其实它是被整个皮面都被水芙蓉盖满了 那看起来非常恐怖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担心在下面的鱼类 就没有足够的空气可以呼吸 就会造成一类大量的死亡 因为水芙蓉只要快速的增长 其实会让湖泊很快就有氧化 所以我们上个礼拜 其实里长很关心 因为很多的志工 也希望说赶快来清除这边的水芙蓉 那里长也协调了公所 还有相关的单位 那目前整个五分皮自容区里面的 这个水芙蓉已经捞到岸上 然后等它干了以后就会请外包厂商赶快来把它运出去 蓝天白云下的内沟吸五分皮 景观生态真的很美 只是前阵子突然被水芙蓉占据 现在全都捞干净 9号上午 议员白佩如就前往关心 而目前捞上来的水芙蓉先堆置在岸边 等晒干了之后再运走 不过因为台风要来 里长也担心会不会又流到了五分皮里面 很感谢新北市水利局还有汐止区工所 那最重要的是白佩如一言这边的协助 让我们在几天前开始 开始好好的整治施工 把所有的水芙蓉都清掉 因为台风也快来了 假如说因为天后的关系 又让它流入内沟西面 假设能够最顺利就直接流入大海最好 假如没有的话 可能又是我们后续的工作 又会花很多时间来做 这边比较靠近山区 其实整个生态上面是非常非常的丰富 那也附近也留了这个赏鸟群 也希望说可以留一块地呢 让这边的鸟类可以来这边下蛋 然后让整个生态呢 透过大家的关心 这边的生态可以更多元更丰富 这里的生态真的很美 一旁还有莲花池 不同颜色品种的莲花和花绽放 真的很美 所以里长志工现在也希望周边 能够留一块地给鸟类栖栖下蛋 让生态更多元丰富 这层慧林细致采访报道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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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